撒姆尔记上第五章 非利士人抢去了神的约柜 就把他从以便以泄运到雅石图 非利士人抢去神的约柜 把他抬进大滚庙 放在大滚神像的旁边 第二天清早 雅石图人起来 看见大滚神像扑倒在地 俯伏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 他们就把大滚神像树立起来 放回原处 在次日早晨 他们起来的时候 看见大滚神像又扑倒在地 俯伏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 大滚的头和双手 也都在门槛上折断了 只剩下大滚的身体 因此 大滚的祭司和所有进雅石图大滚庙的人 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 直到现在 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压在雅石图人身上 败坏他们 用痣疮击打雅石图和雅石图四镜的人 雅石图人看见这种情形就说 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再留在我们这里 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夹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滚身上 他们就派人去召集非力士人各城的首领前来 问他们 我们要怎样处理以色列神的约柜呢 他们回答 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吧 他们就把他运到加特去了 运到那里以后 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 引起很大的恐慌 他击打全城的人不分老幼 使痣疮在他们中间蔓延 于是他们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 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的时候 以格伦人就喊叫 他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 是要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呢 于是他们派人去召集非力士人各城的首领前来 对他们说 请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 免得他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民 死亡的恐慌笼罩全城 因为神的手重重地压在那里 没有死的人都遭受痔疮的打击 纳成的哀声上达于天